再次踏入王都 哈德逊明显感受到了一股悲凉的气息扑面而来 显然 凯撒三世之死不光影响到了王国高层 同样也蔓延到了民间 或许是受气氛的影响 傍晚十分应邀参加聚会 满桌的山珍海味 都没能调动哈德逊的胃口 不同于平常时期的宴会 这次相聚美酒 美人一样都没有 众人脸上的笑容更是少见 即便是出现了也很勉强 人性是最复杂的 在国王活着的时候 被约束的一众大贵族恨不得他立即去死 可凯撒三世真的死了 大家又惦记起他的好来 聆听一众贵族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讨论 大多人和哈德逊的判断都一样 对未来的局势持悲观态度 尤其是王国南方的边界贵族们 对现在的局势更是惶恐 大后方突然变成了未来冲突的前线 着实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 相对而言 东南行省还算是好的 最起码中间还有几座山挡着 一时半会而不需要直面黑森王国的压力 主要还是凯撒三世死得太早 按照大家的事先估计 都认为国王还能够支撑三五年 有这么长的时间缓冲 王国的债务危机 基本上被化解掉了 王国的一众新兴贵族 能守住基业的都站稳了脚跟 收复回来的土地 也差不多被重新纳入了统治 王国中南部受战争影响较小的省份 都走出了战争阴影 恢复了元气 实力恢复了七八分 就算是新的君主能力有限 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也能够自保 可惜现实是残酷的 凯撒三世没有大家预想中活的那么长 原本被压制的各种矛盾 现在都有提前引爆的危险 看着众人不断呼吁要团结 哈德逊就知道 团结距离阿尔法王国越来越远 北地那帮家伙没有出现在聚会中 不过在哈德逊脑海中 已经浮现出一个个幸灾乐祸的身影 团结很重要 不过那是建立在符合自身利益的前提下 或许等南方各地的贵族遭到削弱 王国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们才会讲团结 尊敬的哈德逊伯爵 你是军事大家 从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 假如有一天中部几个大国要北进 他们会选择从什么地方动手 卡莱斯伯爵的话 将哈德逊推到了前台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了过来 尊敬的卡莱斯伯爵 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 中部几大王国也不是铁板一块 我们不能将他们看作一个整体 就算是他们都想北进 各自的战略目的也不尽相同 最多也就是名义上联手 到了具体行动上 还是会各自为战 打开大陆地图就知道 中部各国能够选择的切入点 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想要防备他们的入侵 王国南边的所有边界行省 都要修筑防线 或许我们可以乐观一点 他们只是在试探 现在并没有做好北清的准备 哈德逊无奈地说道 本来以为自己就够悲观的了 没有想到这些家伙比他还要悲观 一个个都想着敌人打过来该怎么办 有危机意识是一件好事 可紧张过了头 那就成起人忧天了 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阿尔法王国常年面临着兽人的威胁 一有状况就是一场血战 将危机意识植入到了大家的骨子里 应对危机的方法 也是针对兽人去的 现在场地转换到了人族内斗中 原来的传统思维模式 明显就跟不上了 毕竟 兽人可以毫无顾忌的南下 中部各国却受到了多重制衡 必须要按照规矩来 想要大家改变观念 一时半会是不可能的 哈德逊的话 给大家带来的唯一作用 就是坚定了众人修筑防线的想法 退出了讨论圈子 奥兰博爵走了过来拉着哈德逊到了角落里 低声询问道 哈德逊 听说你快要当父亲了 梅丽莎现在怎么样 看似一句普通的序家常 包含的内容却不少 关心女儿和外孙是一方面 更多的还是冲着两大家族联姻来的 梅丽莎和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双方联盟的纽带 放心吧 伯爵 梅丽莎的状态非常不错 肚子里的孩子也很健康 算算日子 差不多月底就要降生了 可惜现在王都事务繁忙 我怕是无法提前赶回去了 看着满脸遗憾的哈德逊 奥兰博爵微微一笑 或许是意识到场合不对 在露出笑容后 立即又收敛了起来 放心好了 孩子会为有你这么一位父亲自豪的 现在国内外的局势都很紧张 你留在王都是对的 北地那帮家伙 现在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你们和洛克纳德家族是死敌 在北边的人要小心一些 听到奥兰博爵的提醒 哈德逊立即意识到麻烦来了 没有凯撒三世的牵头 王国对北地贵族的压制政策 必定会放松 一旦给他们松绑 家族在北边的新开辟的支脉 日子就要不好过了 虽然不会直接带人打过去 但暗地里搞一些阴谋诡计 逼迫科斯洛家族放弃北边的封地 还是可以操作的 揉了揉额头 哈德逊尴尬的发现 除了提醒大家小心之外 他什么也做不了 就算是想要报复 科斯洛家族的手也伸不到那么长 总不能自己亲自去打闷棍吧 真要那么干 冲突就升级了 妥妥的两败俱伤打法 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两家一起走向没落 就能够占到便宜 哈德逊也甭想在贵族圈子混了 要是大家都那么玩 谁还有安全感 怎么 霍利斯尔家族也感受到了压力 哈德逊关心地问道 对大家族而言 要针对几个小贵族非常简单 没什么好说的 可要是连霍利斯尔家族这种新兴大贵族 都感受到了压力 又是另一种局面了 暂时还没那么严重 不过陛下去世的消息传出后 北地贵族们召开了一次集体会议 整整商议了两天才结束 他们讨论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但从众人离去使脸上的喜色可以看出来 这次会议是有成果的 或许这次家族搬迁是一个错误决定 同北地五大家族相比 霍利斯尔家族实在是太弱小了 奥兰伯爵忍不住感叹道 王国新收复的北疆七省 最大问题就是距离北地五大家族太近 要是没有家所束缚住五大家族 北边七省那帮连家都没有搬完的贵族 拿什么和他们对抗 现在没有出手 不等于未来也不出手 搞不好他们辛辛苦苦搬迁过去的人口 物资 最后都是在给别人做嫁衣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要 踏出了这一步就没有回头的可能 要么一股作气 在北边站稳脚跟 要么跌落尘埃 伯爵阁下 不要太过担心 北地那帮家伙的实力雄厚不假 可他们的敌人也多 只要能够联合一众北上的贵族 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等度过了这段虚弱期 一切都会好转 哈德逊言不由衷地安慰道 正是因为知道北边是一个大坑 他才选择扎根东南行省的 当初他还隐晦地劝过奥兰伯爵 怎奈霍利斯尔家族下定决心要拼一把 现在就看接下来的王都会议上 新军还能否压制住北第五大家族 否则未来的北疆注定不会太平 新军继位 国葬 一切都按部就班的筹备 无论是王国内部的一众贵族 还是各国代表 在这期间都变现得格外安分 只是哈德逊的内心却不平静 直觉告诉他 宁静的背后 往往代表着更大的危机 伯爵大人 殿下请你去王宫中议事 收到这个消息 哈德逊不由一咒 越是危急时刻 越需要快刀斩乱麻 在他看来 凯撒王储搞这些繁琐的礼仪流程 还不如早点而登上王位 国王和王储从来都不是一个概念 只要一天不戴上王冠 事情就有发生变故的可能 跟随侍从步入议事大殿 哈德逊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对 甭管怎么说 凯撒王储也是大家未来的君主 就算是心里看不上 面子上也要过得去才行 可现实却是众人连装都懒得装一下 直接摆出一副苦瓜脸 不少人还对着凯撒王储怒目而逝 疑惑没有持续多久 哈德逊的脸色也跟着阴沉了起来 殿下 我阿尔法王国从百年前开始 君主继位都没有叫停什么事 现在你请叫停过来加冕 算什么 不是哈德逊沉不住气 着实是凯撒王储太过胡闹 阿尔法王国可是叫停的死对头 这个时候让叫停的人来加冕 岂不是要向敌人妥协 除了明面上的理由外 更关键的是他和叫停不对付 起家都是踩着叫停上位的 王国同叫停修复关系 哈德逊绝对是最受伤的一个 哈德逊伯爵 不要着急 仅仅只是一次仪式 又不会损害王国的实质利益 何况叫停还给出了承诺 只要我们 不等凯撒王储把话说完 哈德逊就强行打断道 殿下的心可真大 王权和神权的争斗 在你眼中都只是一次普通的仪式 只是殿下这么干 有没有考虑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 国内的姑且不论 单纯分析一下国际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 我们和法兰克亡国的关系必定破裂 同其他几个人族大国之间的关系也会恶化 至于叫停的承诺 只要没事的时候多翻翻历史书 就不会有这种幻想 话音刚落地 反叫停的一众大贵族纷纷开口附和 瞬间就变成了一众封地贵族对王储的语言围攻 本该站在国王一方 同大家距离力争的一众朝中大臣 此刻也坐起了闭上官 很明显 对大家对凯撒王储的提议不敢冒 隐约之间哈德逊意识到不对劲 既然大家都在反对 凯撒王储为何还要这么干呢 诸位安静一下 这里又不是菜市场 有什么好吵闹的 按照惯例 加冕仪式让谁来主持 都是由新军决定的 既然殿下决定请叫停的人主持 那就让他们负责主持好了 大家切勿为了一己私利 就逾越了规矩 西罗公爵的话 瞬间引爆了全场 北地贵族集团和新军搅合在了一起 这绝对是一个大新闻 南关凯撒王储敢提出这种建议 感情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者 目前反对最为激烈的 除了哈德逊之外 剩下的全都是王国中南部的老牌贵族 北地贵族加加新兴贵族都被拉了过去 两大阵营形成了一个新的平衡 好了 加冕仪式还是交给泰伦大主教主持吧 邀请教廷之事就此做吧 尘埃落定 获得胜利的哈德逊 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 昨天和奥兰伯爵交谈的时候 他还在担心北地贵族的威胁 现在双方就完成了河流 背后肯定有故事 能够撮合双方关系的 除了眼前这位凯撒王储之外 哈德逊想不到第三人 一瞬间他明白了过来 凯撒王储刚才的提议 并不是真的想要邀请教廷的人过来加冕 而是一次刻意试探 或许除了试探他们这些人的反应外 凯撒王储还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 逼急了 老子就去投奔教廷 别扯什么矛盾 在利益面前 这玩意从来都是一文不值 都是计划好的事情 难怪朝中的一众大臣 都在一旁沉默不语